哈喽大家好我是诺哥 今天跟大家分享 宝可梦TCG Pocket 这个资料我已经整理好了 希望对入坑的新手朋友们有所帮助 春火龙超梦跟皮卡丘的这三包 到底要怎么抽 这里的话我还是先跟大家讲 你们还是要去选择玩你们喜欢的宝可梦 会比较好 因为毕竟你们刷完首抽之后 第一个卡组或第二个卡组 基本上是比较固定的 一定要选你们喜欢的 当然有些人会选择比较强的 所以看你们是选择自己喜欢有爱的 或是说选择强的 我觉得都OK 训练家在喷火龙的卡包里面 有三位训练家 这里有两个妹子 基本上这三包里面只有喷火龙的有两个妹子 我今天判定他先获胜了 在卡图上面先胜了 再来是超梦 就是有板木老板 火箭队老板 还有Koga 我不知道他中文名叫什么 皮卡丘 是由小霞 雷电厂主 再来的是小刚 从这里看皮卡丘 又有一个妹子 所以皮卡丘应该是第二名 那这里我们还是来说一下 如果单单以训练家来讲 我个人觉得比较实用的一定是喷火龙的 为什么呢 这个纳芝基本上是所有的卡组都是需要配的 他就是会让对方选他后面一只跟他前排互换 这个纳芝是蛮重要的一张卡 在目前的版本里面 单单这张纳芝我就觉得喷火龙的训练卡已经赢了 OK 那再来呢 就是这个皮卡丘的部分 皮卡丘呢 有小霞 小霞算是目前当今的版本之主啊 因为呢 他就是要投这个硬币嘛 那如果你硬币呢 是正面的 不管你连续多少个正面 他都是可以充多少个这个水能量给你水的宝可梦 但是呢 如果你是第一个就失败了 那就是就没了 所以呢 他也算是个运气满堵的 我们说效果会十足的 搭配上现在等一下会介绍大家 今天就是最强的卡组 就是跟小霞有关的 那基本上呢 有点OP啦 雷电管组也是可以搭配雷修 觉得是还蛮不错用的 如果是要玩这个皮卡丘卡组的 所以呢 以训练家来讲啦 我个人的心目中 就是以强度来说的 喷火龙是第一名的 然后呢 皮卡丘是第二名 然后呢 超梦是第三名 但是呢 如果你们要说皮卡丘 因为小霞现在是当今版本很强 那你要把跟喷火龙并行 我觉得也OK 但是呢 但是我个人觉得呢 那只是全卡组都可以用的 所以呢 比较推荐 再讲 Arica呢 也是在这个草系宝可梦里面 必备的一张魁伍石血嘛 非常的好用 然后光头脑这个九尾队里面 也是非常的强 如果要给一个强度评分的 喷火龙 然后呢 皮卡丘再来是超梦 好 再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卡包里面的 这个EX宝可梦 喷火龙呢 这个EX宝可梦里面呢 就是有喷火龙 然后呢 这个我要每一次都介绍嘛 应该不用介绍了 大家看应该就懂 好 那不懂的也没差 首先呢 我们要看我们是要玩什么卡组 然后来判定他是强还是弱的 好 那如果是以这个画质来看的 我个人觉得都是各部分羞射啦 那我们就要来讲战力了 战力来讲的话 以目前的主流版本 目前的主流版本呢 就是喷火龙跟火焰鸟他们是一起的 算是喷火龙的这个卡组里面 算是火系最强的一个卡组啦 再来超梦 他是需要跟沙奈朵做一个搭配的 超梦也算是很强的一只 然后再来就是皮卡丘跟闪电鸟 他们也算是很强的一个皮卡丘卡组 那所以呢 我们呢就先说这三包的主角 就是这三只啦 那这三只呢 其实你们要说谁强谁弱 是看什么环境吧 反正每一个角色都有些短板 就好像超梦呢 你要怎么想办法去蓄满这个四颗能量 每一回合要怎么去蓄满这两颗 然后皮卡丘呢 要怎么快速的解决掉对方 因为毕竟你的伤害最高是90而已 你后排有占三个人就是90嘛 他血量也比较低 看你这只要怎么去做好这个速攻的策略 那敦罗龙呢 就是说他只要能蓄满和能量呢 出来打200 目前是秒杀 一定死 不管是谁来都死 目前血量都没有200的 所以呢 他只要蓄满来打一发就是死了 所以呢 他要想办法怎么去蓄好他这个能量 那他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说他跟超梦跟皮卡丘有点不一样了 就是他是二阶的进化 他就是需要一步一步一脚印的去进化的 所以呢 他可能会有这个进化 你可能抽不到卡或卡牌或什么之类的一些问题 再加上呢 你的这个火焰鸟有没有成功正面多一点 那让你的喷火龙早日出来毁天灭地 OK 这个就是这三只的优点跟缺点吧 我们再来说一下除了这三张之外的 还有什么强势的卡片 首先呢 就是宝石海星 在喷火龙的卡包里面 他可以搭配甲克人蛙非常的强势 那基本上呢 就是可以打到一个非常高的这个伤害 海星呢 本来就很强了 对吧 他就是两颗能量打90 但是他的缺点就是说呢 他血量只有130 而且他是1X的宝可梦 然后呢 再来呢 就是说他是要一阶进化 这也是他的短板 但是他如果说你们顺的话呢 基本上呢 第二回合就开始90 909090 一直90打下去 打到底 然后我觉得是还蛮屌的 耶弹树 耶弹树呢也是非常强大 他血量又高 而且他伤害也是蛮可观的 他也是要投这个硬币啦 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 再来就是这个怪力的 其实怪力呢 我对来评价是还蛮不错的 就是很稳啦 一边冲人一边打 然后一边进化 一边冲人一边打一边进化 然后最大只呢 就是每一拳都是猫女 这个是他强大的这个地方啦 这三只呢 我稍微的就是大概讲了一下 再来呢 我们说一下超梦卡包的 超梦卡包的 激动鸟呢 是目前版本非常op的存在 可是跟小霞有关系的 那反正呢 就是他两颗 就可以先猫你吧 然后三颗呢 就是打80 然后后面的全部都中10 那他的血量是140 那你们要注意他是初死宝可梦 那再来呢是卡拉卡拉 卡拉卡拉呢 这一只也是我很喜欢的 反正不管谁来都一样 只要两个正面 160伤害送你回家 他也是只需要两颗能量 就可以打出160 但是呢 如果你是非洲王子的跟我一样的 那可能就是每一强都是打0 好 这个就是这个赌运气效果 拉满的一只宝可梦 我觉得其实他强度算是有的 而且呢前期如果你们是抽超梦卡包的 很容易就把它组起来了 耿葵呢 我觉得在这个版本里面呢 他不是主流的一个卡牌角色 但是他还是可以玩的 可能等到之后呢 有一些就是我手上的一些卡片 都比较优秀的时候呢 他可能可以封锁 那这时候呢 他就可以打出更好的这个爆发 目前还没有在这个版本里面 再来呢就是妙娃花 那妙娃花呢 个人觉得只要他成功成长 他血量多 然后呢 他打的伤害虽然不是很高 但是呢他可以回血 所以他只要遇到那些拳头不是很大的 比如说喷火龙 或者是超梦这一类的 他只要不是遇到这种的 几乎呢 他都是可以稳稳的发育 再加上呢 他是有Erica 可以帮他补50的血量 那如果你不行的话呢 再给他吃药水再补20 那药水可以放两瓶 就是40滴血 他可以放两张就是100滴血 所以你总共可以再回140滴血量 那就是非常夸张的 都是多了一只1X宝可梦了 差不多是比皮卡丘还强了 接近超梦的血量了 再加上他自己本能就可以补血吧 所以打那些拳头不是很大颗的 他是蛮强的一个优势 只是说呢他的缺点就是他需要二阶 他需要二阶 那等到他这个能量还没有凑满之前呢 其实他也是蛮弱的 毕竟他第一招就要三个能量 而且伤害呢也不说特别高 这就是超梦的 那再来呢是皮卡丘的 皮卡丘的就蛮有意思的 皮卡丘呢 因为呢可能皮卡丘太抢眼了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闪电鸟太抢眼 但是呢我觉得闪电鸟通常是挂在这个 皮卡丘的卡族阵容里面 或者是说这个闪电的卡族阵容里面 这只呢火焰狗狗呢 这个我忘记的中文名叫什么的 这只呢其实他的伤害是有的 可是说呢 现阶段呢没有什么太多人去用他 我觉得大家可以开发一下 伤害很高但是他要受20点伤害 在后面呢这只呢我完全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会上场 目前不知道 我觉得他应该是来卖可爱的 可能妹子会发掘他吗不知道 反正目前没有看过人家使用 我自己呢也有想过要怎么组 可是也没有也不知道要怎么组比较好 如果有高手的可以告诉我一下 接下来就是另一只呢也是蛮冷门的 应该是说什么呢 就是小字的皮卡丘喷火龙水剑龟跟妙花蛙 这三只里面呢他应该算是最冷门的一只了 也有人说这妙花蛙反正他们两个差不多 两个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样子的问题吗 我不知道 他也是一直要填冷量 所以他就比较依赖这个小霞 如果小霞触发突然人体爆发 来一个16个正面 那他就是毁天烈地的存在 那他的缺点也是一样 他是二阶的进化过程当中 有可能就去世或是卡牌 那再来他需要很多能量 每个卡包的EX宝可梦 我们也分析了优势和短板 相信呢大家应该知道哪一个会比较强 我个人呢是这样子觉得的 以目前当下OP的版本这个激动鸟的关系 所以呢我是觉得目前超梦很强 超梦的不管是超梦本人还是说激动鸟 或者是妙花蛙 甚至呢是这个赌印要很重的嘎啦嘎啦 这四个卡组应该都很强很强 不说这个冰动鸟的话呢 其实都OK 但是呢他们的这个成型呢 是你们要抽很多的 我还是要说回来 超梦的他要成型呢 其实他是要抽满多卡的 也就是说他就要配沙奈朵 沙奈朵的话他有三只嘛 就要把他抽满 而且沙奈朵的很难出啊 我到至今为止还没有抽中沙奈朵 这个呢他也是一样两个阶段三只吧 虽然他们可能要抽的运气要欧皇一点点 但是呢他们整体呢是不弱的 好那再说喷火龙呢 其实喷火龙呢这里里面呢 需要三只了就是只有喷火龙而已 火焰鸟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好像都很好中 宝石海星叶弹术也是把好出的 反正呢我个人呢就觉得呢 喷火龙的会比超梦的更容易组成 如果要玩皮卡丘卡包的朋友们 你们就是重刷 一直重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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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重刷 重刷到满意完美为止 皮卡丘的来下去就是这两只而已啊 我们如果1X宝口梦来讲就是这两只 试试看大家怎么去思考了 如果是要评我觉得他们两个其实是差不多 那就看你们兴趣是怎样吧 那因为加上启动鸟的版本的关系 我觉得应该是超梦 可能是目前在1X宝口里面最强的一个卡包 然后接下来的才是到喷火龙 最后的是到皮卡丘 那当然你们如果是最后选皮卡丘的 你们也不用伤心啊 这只是我个人的推测 就是因为我是看完所有嘛 对吧如果你们只是看单一张卡的 其实他还是有很强势的地方 强势的宝口梦也是非常的多啦 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长话短说 说几只重点的来讲就好了 骆龙的这个卡包里面呢 有对水系很强的 就是这个忍者蛙非常非常强 然后还有呢就是阿拉卡扎 他因为环境的关系 目前呢没有很强 九尾蛮厉害的可以发挥的 整体来看呢 其实呢如果是说百搭的卡片 就是这种白卡的 他确实是还蛮有料的 那再来的就是超梦的 超梦的这个呢就蛮多的其实 首先就是你们喜欢耳晶队伍的 这两个那其实都可以 那再来呢就是大家最喜欢的快龙 快龙超强 快龙真的是现在版本 超级强 那要跟超梦搭配的就是沙奈朵 再来呢就是大皮鸟可以一直换位 也是蛮不错的 急动鸟也是不错的 就是如果他成功有正面麻痹你 我觉得是ok的 迷群姐对付需要大量能量的宝可梦 还是非常有料的 再来呢就是我们这个皮卡球的部分 那皮卡球呢就不用我多说 皮卡球是这里强势的 首先就是第一只暴里龙 暴里龙还蛮有料的 然后呢雷修嘛 雷修算是皮卡球系列的一个主流 然后这个三合一电磁怪和雷一部都很强 再来的就是这个普通版的闪电鸟也可以接受 打100然后自己后面吃30 这个是让你们去睡觉 然后呢这个地鼠有无敌状态 然后这个呢会自爆 就是自己受伤然后呢又打你150 再来的尼罗王和尼罗后啊 在这个强势的宝可梦里面啊 如果你们要说到底是哪一只的就是泛用性 这个我觉得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如果你要说特别特别强的 那我可以跟你们讲超梦的这个快龙特别特别强 相信大家应该有被他打过应该都知道 快龙目前来讲呢超强 如果我是以这里的来说啦 不要算前面的快龙真的是超强 再来呢可能就是雷修这一列这个电 然后最后呢踩到这个小赫人蛙 那这个呢也没有什么好评价的 我个人觉得因为快龙关系 然后让整个超梦的这个强势宝可梦说话很厉害吗 也不能这样子讲 这个我就不做这个评价了 有爱的或是说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强的 那你们呢就去抽那一个卡包就OK了 这个呢也就是我整理好的 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啊 那如果说你们还有什么是建议的或见解的 还是说有什么就是我有说错的 你们也可以在留言跟我说一下 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期再见咯大家拜拜 拜拜